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最近一件故意抹黑美国总统川普的奇闻意识 中国国内这几天有一张图在社交媒体上被刷屏 这张图的说明啊 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意大利时说 美国和意大利从罗马时代以来就是盟友 川普的这个话呢就导致他身后的女翻译表情凝固 直接就是蒙逼了 因为啊美国是在1776年建国嘛 至今不过243年的历史 可是古罗马都是2000多年前就存在了 两者是相差了2000年 如果川普这样说 当然是一个令人喷范的极大的历史错误 但问题是呢 这个图片其实是一个移花接木的 叫做恶搞川普的假新闻 川普他在10月16号在会见意大利总统的时候啊 他当时确实是说了一句话 导致他身后这个女翻译表情凝固 直接是蒙逼 但是呢川普说的内容呢 是和古罗马一点不沾边的 当时川普是为自己在叙利亚撤军这个决定来辩护 他说啊叙利亚那里有很多沙子 愿意去那的有很多沙子可以玩 川普的这些话呢 就让他身后的女翻译是一脸困惑嘛 到底这话什么意思呢 所以呢 女翻译当时就是蒙逼了 那至于川普和意大利总统说的这个古罗马的事情啊 这个呢是川普访问意大利的时候说的 当时川普说呢 美国和意大利被共享的文化政治遗产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罗马时代 就有人把川普的这句话就错误的翻译成 说是美国和意大利从罗马时代就是盟友了 这个显然呢和川普的原话那是相差甚远 不过呢也有人说川普这句话他也有问题 因为他这样说呢 就等于是说美国的文化或者是政治啊 和几千年前的古罗马有密切的联系 这样说是不合适的 他们说呢 今天的美国和古代的罗马帝国不仅是地理相差甚远 时间也相差甚远 两者怎么会有紧密联系呢 所以他们说川普这样说是不对的是错的 难道川普是真的是错了吗 其实啊川普并没有说错 美国文化和古罗马的文化 两者之间还真有那么一种挥之不去的联系 在西方人的眼中的古罗马时代本人就是认为啊 是西方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这就像中国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一样 所以很多人啊到了外国之后都自称自己是唐人 所以中国把这个人聚集的街道啊就称之为唐人街 古罗马他之所以成为欧洲啊 成为西方人最为这个感到辉煌的时代的 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首先呢是古罗马把整个的欧洲基本上都统一了 他不仅是控制了欧洲的主要部分 而且他的疆域啊还达到了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 古罗马他最兴旺的时候呢 大约控制有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有7000万左右的人口 跟古罗马同时代的是中国的西汉王朝 西汉王朝那个时候大约人口有6000万 所以说呢我们看中国制作这个西汉王朝的地图啊 看上去呢比古罗马帝国这个疆域是更大 但是这个西汉王朝的这个地图当中啊 有北方很多地区啊 其实是西汉和匈奴在进行拉锯战的 就是互相争夺的地区 这些地区啊并不是西汉能够真正控制的地区 所以呢当时西汉王朝真正能够控制的地区呢 其实只是限于中原的一些 就是中原的主要地区了 他的面积啊其实并没有古罗马帝国那么大 在古罗马时代呢 我们最早啊可以是追溯到公元前750年左右 当时候早期的古罗马是共和国 后来就演变成为帝国 在公元395年 当时候罗马皇帝比奥多西啊 他就把他的这个帝国就分成两个儿子 就分给了两个儿子 从此之后呢这个罗马帝国啊就分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就分成两个国家的 但是呢这个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他并不是一个敌对的国家 他都是两个啊 罗马皇帝的儿子各自继承了一半 他们呢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紧密合作的 不过呢后来西罗马帝国首先是灭亡了 而东罗马帝国呢一直是到公元1454年才灭亡 所以我们如果从头开始算的话 那整个古罗马时代 他的时间跨距啊是长达2200年 我们看中国的王朝啊 他的寿命一般就是个两三百年 最长的周朝不过是800年 而古罗马这个朝代啊居然长达2000多年啊 这也是很让人震撼的事情 现在古罗马的文明啊 不仅是影响了西方国家 就对现在的中国 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古罗马文明的影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汉语拼音使用的罗马字母 也叫拉丁字母 那就是来自古罗马嘛 还有现在中国使用的日历叫公历 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做格里历 也是来自古罗马 这个公历格里历里面啊 其实就包含了许多古罗马的历史 比如说公历七月是罗马皇帝凯撒的诞生月 于是凯撒就下令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七月 公历八月呢 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他的诞生月 所以呢 这个奥古斯都啊 就下令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八月 不过以前这个公历啊 八月是个小月 他是每月三十天 而七月是大月 就是每月三十一天 所以当时候这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就觉得 他的这个月份八月比那个凯撒的七月少了一天 好像就没面子嘛 所以他就下令把他这个八月也改为三十一天的大月 就是和凯撒就平起平坐 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用这个公历 是七月大八月大两个月都是连续的大月 这个就是来自古罗马的文化 其实中国自己也有自己的日历嘛 现在叫做农历或者叫阴历 中国的农历啊 它是根据月亮这个运动的这个轨迹来制定的 所以呢 我们也叫做太阴历或者叫阴历 所以中国农历和月亮的这个阴晴圆缺啊 它是运动是紧密的关联的 农历初一必然你是看不到月亮 农历十五必然是月亮最圆的日子 而古罗马的功力 它是根据太阳运动的轨迹来确定的 也叫太阳力简称阳力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功力 它和月亮这个阴晴圆圈是毫无关系的 所以呢 十五的月亮圆 这个话古语现在中国现在这个功力是根本不成立的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已经有的那个农历 来采用这个古罗马的功力呢 这个就是因为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力太强大 古罗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遗产就是基督教 在古罗马的这个后期啊 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整个国家叫做独尊基督教 这个有点像中国那个汉代就是独尊儒教啊建立起来 后来儒教在中国一个统治地位 所以基督教现在流传下来也是当时 罗马把它当做国教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可以说基督教就是古罗马文化的一部 那么这个古罗马灭亡之后呢 除了意大利当然它是一个古罗马自然的传人之外呢 先后呢还有三个国家自称他们是古罗马帝国的传人 第一个是俄罗斯第二个是德国第三个就是美国 美国呢不像前两个国家 它公开自称是古罗马帝国的传人 但是美国人在心理上啊 是自认为他们是古罗马的传人 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这里先说俄罗斯 西方有一种说法就是把罗马分成三个时代 第一罗马就是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 以前那个古罗马时代 第二罗马呢就指的是东罗马帝国 也叫做外战平帝国 那在这个1454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呢 很多人就想要继承和复兴这个古罗马的文化 古罗马的文明 他们就要建立啊第三罗马帝国 称之为第三罗马 首先呢是俄罗斯大公国这个大公以凡三世啊 他就迎娶了当时候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 叫做索贝亚 他就娶这个索贝亚公主为妻 然后呢他就自称俄罗斯就是俄罗马帝国的传人了 他就在俄罗斯啊就建立起来第三罗马帝国 从此之后这个俄罗斯大公啊就改成自己叫沙皇 沙皇的拉丁文就是凯撒嘛 意思就是说他就把这个古罗马帝国最著名的皇帝凯撒 就称之为他们俄国沙皇的名号 我们呢现在呢说这个俄罗斯皇帝叫沙皇 其实人家正式的名称是凯撒 是俄罗斯自称自己是第三罗马帝国 当然俄罗斯这个沙皇是他自己是自称什么第三罗马帝国 只是他自己这么说并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 第二个国家呢是德国 德国国王啊叫做奥托伊士 他就成立一个叫做神圣罗马帝国 他自称啊他是罗马人的皇帝 当时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其实是有一个叫做图有虚名的国家 因为神圣罗马帝国他的皇帝也没有这个所谓实权了 在这个帝国之内他有几百个什么王国啊 大公国啊自由城市啊 他是组成了一个很松散的联合体 根本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根本什么权都没有 所以呢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自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传人啊 自称自己是第三罗马帝国啊 其实也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 那么在1806年当时候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就灭掉了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人们常把这个德国的这个希特勒时代啊 称之为叫做第三帝国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希特勒啊 他为了加强树立自己一个强活的形象 他就把古罗马的历史啊就拉到德国身上 所以纳粹德国啊就生成德国历史上的那个时候叫神圣罗马帝国叫做第一帝国 那么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帝国是第二帝国 那么纳粹德国现在就是第三帝国了 所以呢 希特勒他为了把这个纳粹这个德国啊和古罗马的这个帝国联系起来啊 他就复活了很多古罗马帝国的东西 他第一个呢就是复活叫做罗马帝国的罗马英 这个罗马英旗啊当时啊是古罗马帝国当时过这个所谓叫罗马军团 他们的旗帝 那么我们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啊 希特勒这个纳粹的英旗啊就是古罗马英旗的一个翻版 我们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这里这个SPQR的它是古罗马帝国的正式名称的缩写 这里的S是元老院 P是人民 Q是和 R是罗马 如果你翻译成现代的就是现代文啊 就是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我们现在所说什么古罗马帝国 但是其实当时候人家古罗马帝国的国号并不是罗马帝国 古罗马帝国正式的国号 就是SPRQ就是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里面皇帝这个字眼根本是没有出现的 那么希特勒符合古罗马的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符合古罗马的这个英型的标绘 我们从这张图片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 纳粹德国这个英型的这个国徽啊 就是古罗马这个英型标绘的一个翻版 希特勒符合古罗马的第三个东西啊 就是符合古罗马军团的菊首礼 现在很多人看到这种菊首礼啊 他就会自然联想到纳粹德国 认为这个是纳粹德国特有的敬礼的方式 其实这个菊首礼啊 是古罗马军团的敬礼的方式的 纳粹只不过是把古罗马的东西给符合出来 而且还把它弄到非常的极致 以至于现在人们就误以为这个菊首礼就是纳粹德国特有的东西 当然希特勒还符合了古罗马的很多东西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每一种文化呢 都有自己叫做图腾标志 中国文化的图腾标志是龙啊 那罗马文化 它的图腾标志就是英 也就是猛禽的老英 我们看到龙的图案就会联想到中国 看到鹰的图案就会联想到古罗马 我们看现在的德国政府 其和德国的国徽都有一个鹰的标志叫做帝国鹰 这个呢就是古罗马的这个帝国啊 和现在这个就是说是现在的德国 它的一个所谓叫做图腾上的一种联系啊 或者是纽带 这也就是说呢 德国表示他们是古罗马帝国传人的一种表现 我们再看现在 俄罗斯政府的政府 其和俄罗斯的国徽 也有一个鹰的标志叫做双头鹰 这个也是古罗马帝国那个罗马鹰图腾的一个变种啊 这也就是俄罗斯他们要表示 他们是古罗马帝国的传人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说到美国了 美国国际上它虽然没有鹰的图案 但是美国的国徽是有鹰的图案 叫做美国鹰 这个美国鹰啊 其实也是那个古罗马帝国那个罗马鹰图腾 它的一个标志 它的变种 我们知道美国白宫里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 那么总统办公室一进门就有一个巨大的鹰形的图案 而且呢 美国总统它有一个总统旗 这个总统旗啊 它也是一个美国鹰的图案 我们再看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的标辉也都是鹰形的图案 如果说你空军用鹰形图案做标辉嘛 因为这个鹰是飞鸟 你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 可是陆军海军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飞鸟的鹰来作为标辉呢 其实啊 美国的三军都用这个鹰形做标辉 就是古罗马这个罗马鹰的翻版了 这也说明美国人对古罗马文化的敬仰 我们再看美国参议院的名称 英语叫做Senate 这个Senate本身的意思啊 就是古罗马的元老院 也就是说呢 美国的参议院直接就使用了古罗马的这个元老院的名称 美国人把自己的参议院叫做元老院 他也就明显 很明显啊 就是要继承古罗马文化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再看这个古罗马罗马鹰的图案 他和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标辉啊 就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他们下面都有一个叫做法西斯棒的图案 说到法西斯啊 人们一定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搞的这个法西斯主义 我们看这个美国参议院标识里面的这个法西斯棒的法西斯呢 和那个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 两者是一回事吗 两者完全就是一回事 法西斯棒和法西斯主义这个里面的法西斯啊 都是来自古罗马帝国 在古罗马共和国时代 他们的最高西真长官出门时候 他要跟随一个十二名卫士组成一个仪仗队 这个仪仗队啊 每人手里就要拿一根叫做法西斯棒 因为这个法西斯棒啊 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的象征的盛器 法西斯棒呢 它是一捆的这个棍棒啊 中间插一把斧头 这个斧头啊 是象征最高领导人棍棒就是象征这个保卫啊 是保镖啊 等于是众星捧月 就是一堆众人来保卫最高领导人的意思 所以法西斯棒的解释啊 你也可以解释要对最高领导人无条件服从 或者就是叫做现在的法西斯主义了 就是后来就演变成我们所比较熟悉的法西斯主义了 当然这个古罗马法西斯棒 他的本人意思啊 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法西斯主义 他只是古罗马的一个图腾 他就象征最高领导人或者是象征最高权力 所以呢 美国啊有很多法西斯棒的图案 他其实就是借用古罗马的图腾啊 他也是表示美国是古罗马的传人 但他并不是表示后来那个法西斯主义了 我们前面就说了美国参议院的这个标灰啊 他就用了两根法西斯棒的图案 象征他是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 我们再看美国众议院 美国众议院讲台的背后啊 也有两根对称的法西斯棒的图案 他也是象征这里是最高权力机构 我们再看美国国会里面这个华盛顿总统的像 他说华盛顿总统的像 他是手持一根法西斯棒 就象征他是最高领导人的象征 我们看林肯纪念堂 林肯总统的这个雕像啊 两个手里是各自拿的一根法西斯棒 这也是象征林肯是最高领导人 那么还有美国芝加哥市政厅的大门上 他也有法西斯棒的图案 他就象征啊 这里是芝加哥的最高权力机关 总而言之吧 古罗马的两个最典型的图腾 一个是罗马印 第二个呢就是法西斯棒 所以我们说美国可以说到处可以看到 这个代表古罗马文化的罗马印和法西斯棒的图案 这些呢都是表示一种文化的传承嘛 他们都表示美国是古罗马帝国的传人 说到这里我们再看前面 川普总统说 他说美国在文化政治上跟几千年前的古罗马帝国 有密切的联系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 美国人虽然没有嘴上公开说 他们心里啊 只自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古罗马的传人 认为美国就是第三罗马 这些话呢说的有点远了 就转回来说今天的正题 今天10月20号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在他自己的个人的微博上发表了一篇 可以说意味深长的文章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胡锡进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有人不专注为国家和公众利益用好权力 只想着寄醒个人的安全带 胡锡进这篇文章啊 你乍看上去好像尽是一些官话 好像也没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把他这篇文章 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 结合起来看 你就会发现这篇文章并不是空穴来风啊 他是针对习近平去的 不久前呢 中国就传来一个可以说令人颇为吃惊的消息 就是中宣部要求啊中国的几万名的记者 都要参加习近平思想的在线考试 虽然说他是一个在线考试 但是考试啊还是要在一个考场的里面进行 而且还要有一个严格的考场纪律 官方要求啊 考场这个考生的座位啊 前后左右的距离都要在60厘米以上 而且呢每个考场还要有两个以上的监考人员 还要进行全程的录音和录像 这种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进行政治思想考试啊 可以说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第一次 过去在毛泽东时代 所谓搞这个政治思想考试 那都是针对在校学生嘛 中学生大学生这些学生 你对他们考试 毛泽东时代是从来没有过搞一个针对 已经参加工作这些成年人职工进行政治思想考试 对于那些已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来说 他们参加一些职业性的技术性的资格考试啊 这个倒是很常见的 但是让那些已经参加工作的成年人职工 参加这个所谓政治思想考试 那真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 那我们还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搞这个对成年人的这些职工进行政治思想考试呢 第一个原因啊 就是你对于那些已经参加工作 已经进行工作的职工进行政治思想考试 是一个非常影响生产和工作的事情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有一些政治学习 但是大家都是念念报纸啊 你也不需要去什么复习 也不需要准备带个耳朵去听 打个咳射也可以了 所以大家负担其实并不大 对生产和工作的影响也不大 但是你要进行什么政治思想考试 就把大家搞得很紧张啊 那职工你就要事先做一些练习体验 在考试前你还要进行认真的复习啊 这样就会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担 必然就要影响工作 所以呢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十几亿的政治思想考试 你让那些职工啊停工停产去复习考试 那肯定是要影响生产和工作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政治思想考试是毫无用处 因为他完全考不出来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习近平搞的这一个政治思想考试 他的本意啊就是想考察一下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嘛 但是莫非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你可以通过这种考试题给考出来吗 那肯定是考不出来的嘛 我们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 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他这个政治考试的成绩是毫无关系的 你绝不能说他的政治考试成绩高 他的政治思想觉悟就高 那既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 他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反映这个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那你这个所谓的政治思想考试 你到底是要考什么呢 能起什么作用呢 肯定是什么作用都起不到嘛 所以呢这是一种完全毫无意义的考试 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这种政治思想考试完全就是瞎折腾 不过是白白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啊 白白消耗大家美好的青春时光而已 据说呢 在中国啊 今后你要想得到记者证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习近平思想考试 你要等于说他们要检测 你这个人啊是不是对习近平忠诚 这个考试似乎就是要检测 他的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如果你要不能通过这个考试 你就不能得到新的记者证 这种试图通过一个考试 来测试一个人的忠诚度啊 可以说只有习近平这样的小学生思维 你才能想得出来 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一个人的忠诚不忠诚 和你考试成绩毫无关系嘛 如果你真的能用一个考试 来考出一个人的忠诚度 能考出来这个人是不是两面派 是不是两面人 这个呢倒是一个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一个大发明了 所以呢现在搞这个习近平思想考试啊 他既考不出来记者对习近平的忠诚度 对习近平本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那既然对习近平本人也毫无用处 那他还要搞这样的考试 那不只是故意折腾人吗 所以这一次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考试啊 在北京的宣传部门这些所谓的职工啊 是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和反对之声 人们都觉得这样的考试就是瞎折腾折腾人啊 所以他们意见非常大 我们看了这么一个背景之后 我们再来看环球时报 总编胡锡进的文章 你就能看懂他要说什么 胡锡进在文章中说 我们的各项工作在重视考核过程的同时 要更多注重以结果为导向 比如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 不能仅仅通过他的表态来衡量 还要通过他所负责工作的实际效果来检验 如果考核过程在评价体系中占据过大比重 人们通常所指的左的东西就会抬头 就会大大增加我们推动事业前进的成本 使一些不负责任的表现有控制可专 胡锡进的这些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 习近平这次的习近平思想考试 但是他的话就是反对习式主义 搞这个所谓的考试考核 他就提出来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立场 就是政治立场并不能通过他的表态 他说的话来衡量 所以你用这种考试的东西来考核一个人的政治立场 他反而会是一些所谓左的东西就出来了 就会增加所谓的事业成本 还会使一些投机分子是有空子可钻 那胡锡进说的这些话呢 其实都是一些常识而已 不过是他敢说别人不敢说嘛 胡锡进的这些话呢 他是委婉的跟习近平唱反调啊 他就批评习近平净搞一些行事主义的东西 可以说是折腾人坑死人 有时候也是感到很奇怪 你像习近平思想考试 这是完全是一个搜主义啊 这是习近平自己想出来的呢 还是他的智囊团给他出的主义呢 如果是习近平的智囊团给他出的这样这么一个搜主义啊 那真叫做高级黑啊 因为习近平思想考试 真是一个毫无用处的行事主义的东西 不但对习近平本人不会起任何的作用 反而是招了人们对他的反感啊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件损人不利己 害人害己的东西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